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第一章 提阿非罗 我已经做了前书 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 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 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他受害之后 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 讲说神国的事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师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 要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说了这话 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就被取上升 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 便看不见他 当他往上去 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 站在旁边 说 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有一座山 名叫橄榄山 离耶路撒冷不远 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当下 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进了城 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 在那里 有彼得 约翰 雅各 安德烈 肥利 多玛 巴多罗买 马太 亚勒肥的儿子雅各 奋瑞党的西门 和雅各的儿子犹大 这些人 同着几个妇人 和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意地横切祷告 那时 有许多人聚会 约有一百二十名 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 说 弟兄们 圣灵借大卫的口 在圣经上预言 领人抓拿耶稣的犹大 这话是必须应验的 他本来列在我们树中 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 这人 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 买了一块田 以后身子扑倒 杜夫崩裂 肠子都流出来 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 都知道这事 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 给那块田起名 叫亚格大马 就是血田的意思 因为诗篇上写着说 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 无人在内居住 又说 愿别人得他的职份 所以主耶稣 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 就是从约翰施洗起 直到主离开我们 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 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 于是选举两个人 就是那叫做巴萨巴 又称呼尤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 众人就祷告说 主啊 你知道万人的心 求你从这两个人中 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 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 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 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 摇出马提亚来 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